快 点 离 婚 来 找 我 是不是只有龚俊在这里直播才会这么好笑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不是被他的憨憨打败 就是被他的那股憨劲逗笑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龚俊原来这么憨哪 除了发布会拉错人 在你有我没有的游戏中 手指突然收回错误 不过这种小子的反应也是真快 小得的连忙撤回一根手指 君子 这可不能播出去啊 你想要的话一会儿给你装一个 跟迪丽之后把刘雨宁一起直播时 也不知道龚俊这小子自豪什么 给人家俩都整疯了 我现在正处在台风的中心 台风哦 超级特大台风 台风就台风吧 他这是一脸自信的样子 还以为是你出来的呢 要不是不能出去 恐怕这小子 将为我们表演一个现场喝风了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不用展示了 可以可以了 可以了 回来回来回来 不用展示 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次见君子这么蛇牛的明星 走红毯硬空所有记者朋友们 人还没到场 嘴就开始先动工了 那小嘴巴巴的你感谢 连记者都插不上话 和有网友调侃 龚俊上辈子怕不是个交警 这只会得一套一套的 放起来 哈喽 还有 来给 先拍照 先比这里 我可以拿 拿来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来吧 好 开始 麦拿着 来拍 在扫漏过程中 那也是笑点麻麻 来了来了 他带着心装的四肢走来了 前一秒还说自己舞蹈天赋 下一秒就来不了了 钢签我真服了 学不学咱就说直接来 咱有舞蹈天赋 怎么还有这个动作呢 我又出汗了 这来不了来不了 行啊行 说到我真服了这个钢 那就不提一嘴 极限挑战中的明智方面了 在节目中 黄小平问灵是什么意思 黄景一和龚俊简直都门眼看了 灵是啥意思 你还能不知道啊 都是演过单改和单位的人 还给我搁这搁这呢 灵是什么意思 灵是啥意思还不知道啊 还问他 灵是啥意思 不议咱俩都是灵啊 我真服了 结果忘了没想到 竟然还有我支服了2.0版本 也是从一个灵开始延伸的 甚至黄景一还主动Q工具 好好好 我看这个梗 你们都能记一辈子 是灵啊 兄弟是灵啊 灵是啥意思还不知道吗 你服了 我真服了 虽然说复刻已经很精彩了 但更精彩的 还是大张我之后的吐槽 直接把这个梗升华成了小品 我说你们那鱼对竞技话题的微妙幽默感 和心照不宣的默契 真的很有意思啊 这样的梗 再多来点 爱看 发现龚俊的人简直就是个天才 怎么所有好笑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呢 去看偶像李荣浩一场会 自己凭手速抢到了那场第七排 结果自己的安保大哥 认识李荣浩的安保大哥 已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排 留在第七排的龚俊独自傻眼 龚俊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但俗话说的好 傻人有傻伯 狠狠又狠狠的伯 最近李荣浩开演唱会 龚俊这不就去当了演唱会嘉宾 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大白桑吧 但是这歌坛就让他闯进去了 你倩倩的微笑就像不为自强 我尝到你嘴角唇吓 不如味道 华蛇龚俊的追香之路真的非常成功 去年周历浩演唱会 咱们龚俊一时在偶像面前唱唱了 但听依旧大白桑 甚至他要拉刘雨宁给自己解释 龚俊虽然我是大白桑 但我一定会努力了 跟小月月比赛谁先眨眼 龚俊还没发力呢 人小月月自己把刺激淘汰了 高兴的这就来了个稍息力重 龚俊总觉得有点生殖不武的感觉 别的人被扒出来的都是黑了 龚俊被扒出来的竟然是笑了 在大学时候的表演 简直能把人笑晕了 难怪会这么爱钱的 原来在大学时就已经有这种表现了 不仅如此 龚俊的精神状态也十分让人安心 钟楚希自己还吐槽过他 在剧组不是在刷搞笑的狗视频 就是在唱歌 他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怪不得会这么憨呢 感情都是刷视频刷的 但你还别说 龚俊和龚俊的精神状态简直一模一样 而是一般狗仔拍到的内容 都是什么跟异性同出入酒店 室内抽烟 马路旁小便等等 但狗仔拍的龚俊 自是牙在手机笑 并且笑得很忘情 不不得不说 这表情就像我刷的帅哥时的表情 但工具人的采访里回应过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刷他的搞笑的狗 好吧 谁让我们工具也是一只可爱的萨摩烟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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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来买来 男人啊 女人 去上那育环绿 捞育上那育环玉 对 用抹又 又育 默绿的 捞序去找又育 默绿的捞育 feel like babylon 等一下 等一下 来啦 预备 来来来很精彩很精彩朋友们来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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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like a feel like a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 a feeling like a babylon